他也算是在古典剑美行业当中的一个名将了 没错 三次夺冠 1米75 决赛 111 111 郑少忠 今度给到了1725 就给看他的122 胸部的绑满 肩膀 飞 看整体 Face to Fr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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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章铭 在这一组当中有好几位中国选手 三位 何章铭 赵章磊 郑少忠 都是有力的争夺者 唯一一个在技术上表现不错的 然后由于他这个整体线条的不留上和动作的不留上我觉得也退出了竞争的序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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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章磊 剪的也是够干净的哈 哇 这个你看这个 肺窝好漂亮啊 腰窝 但是还是郑少忠的这个腰身最好看 好细啊 薄薄的 但是又有肌肉 少忠的腹肌又对称 哦 这是天生的 腹肌是天生的 这是练不出来的 直接把它雕刻了 对称度是天生的 对练不出来 当然网络上也有很多腰化 可以练出8块12块 还是浙大的某高材生 你说是把他绑上去那个是吧 不是 是那个跟很多的芒果卫视的艺人做过一段私教的这个小伙子 嗯 理工生 肩宽 臀圆 腰窄 这都是他的优势 没错 很自然就会被 很自然就会被放在CV上了 Fraud's double biceps 小众 小众竟然今天的油茶也留花了哈 小众竟然今天的油茶也留花了哈 好,看背人耳朵,大家之间的状态 这展示腹肌的时候,263号,黄廷廷龙 自由展示时间了 现在郑少忠走到了最左侧,最右侧 好的,第一来是个人的自信工作比赛 别在台上的是2217号选手来自中国的郑少忠 带来出郑少忠先生是原姓所向,是三届市锦赛的冠军 现在代表中国队参加亚锦赛 也希望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在古典肩膀当中肌肉的整体的对手 称度和匀伸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评标准 而这个对声和匀伸度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训练水平了 好的,音乐的节奏点不点卡得很准 非常漂亮 今天除了油彩有点留花之外,其他都还不错 应该是灯光太强了 热的 了,是不可以的 下分了 我看看他带来能够好哪一位 先前面 私 leo 我 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除了有了将近20年的训练历史之外 在我们中国的建美当中也是一个名字代表人物 是上了很多综艺的节目 中国大人秀 当然安徽也是我们中国建美的一个重要省份 涌出了一代又代特别多知名的 从老一代的易康明 贤吉成 张剑 到新一代当中的吴龙 吴庆庆 一直都在中国的建美的男子建体和建美 以及建许小姐当中 连续作用着冠军的保卫 所以安徽它是有这样的一片厨房和特别的 很漂亮很完美 而且它的节点抓得非常好 2023号 延庆龙 延庆龙 名叫延庆龙 韩茜挺足的一个名字 延庆龙 嗯 放一首 hero 英雄 如此 肌肉爆棚 充满荷尔蒙的比赛 放那首就是柔情似水的歌曲 也是一个很好的反差啊 落差美落差美落差美 一壶烈酒要配上落日余晖 越喝越有 感觉这个世界突然一下安静下来了 大家都静下心来 好好的欣赏延庆龙的表现 这样也会更加的聚焦往那边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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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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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来自中国赵张磊 赵张磊 是 是 这个组别当中有 四位中国选手晋级了 确实很不容易 接下来登场的是古典剑北1米7柱边的获奖选手 好了 现在是古典剑北171组的获奖选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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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这是 我 Yung-Ko 261 这 is their final division 2nd place and the silver medal scores to Anwar Khosain 这是蒙古加兰的一首266号 好的 郑少忠 游戏而至 时至名归 恭喜郑少忠提前能获得这个奖牌 恭喜255号郑少忠 冠冠军 恭喜郑少忠 恭喜 恭喜他为咱们中后队赞赢得一枚金牌 对我们来说 是的 每一次颁奖 联合逗 一切俄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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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